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突然间意识到不对 自己怎么没有穿睡衣 他打开被子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只穿了内衣 并且上面的内衣还被解开了扣子 怎么会这样 他立刻惊醒了过来 发现这是路易的房间 可是路易呢 他努力回想昨晚的事情 记忆模模糊糊的 他和路易 这是 他试着抬了抬腿 发现并无异样 和书上描述的不一样 看来昨晚并没有酒后乱性 只是自己的衣服呢 是路易脱的呢 还是他自己脱的呢 今夏有些记不清楚了 今夏四处看了看 只见礼服被肆意地扔在了地上 今夏只能先穿上礼服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正当今夏拿礼服时 房门突然间被打开 路易回来了 夏的今夏立刻拿过被子盖住身体 他虽然数次与路易同床共枕 但是每次都是穿戴整整齐齐 他也没有觉得什么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他只穿着内衣 他是有些害羞不好意思的 路易手里拿着今夏的睡衣 将衣服扔给今夏 淡定地道 穿上衣服 今夏看着自己的睡衣 原来他是出去给自己拿衣服去了 他仔细看了看路易的表情 发现他很淡定 他试探性地问道 昨晚是你给我脱的礼服 还是我自己脱的呀 路易有些心虚 你自己 三个字脱口而出 今夏听见是他自己脱的 更加的尴尬了 这么说是他自己在路易面前 宽衣解戴了 哎呀 他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丢脸死了 是啊 今夏睡觉没有穿内衣的习惯 看来定是昨夜喝多了 自己脱的衣服 路易转过头去 对今夏道 穿上衣服 我们今天回杭州 今夏有些惊讶地道 今日便回去了吗 怎么 你还没有带够吗 路易依旧冷冷地道 没 没 太好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都想家了 今夏笑呵呵地道 穿好衣服下楼 我已经买好票了 路易提醒今夏 昨夜 昨夜 我 今夏结结巴巴的 他其实想问他 昨天有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你想问什么 直接说 别吞吞吐吐地 路易不悦地道 我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今夏硬着头皮问了下去 该做的不该做的 你倒是分寸掌握得很好 路易冷哼一声 今夏弱弱地低下了头 哎 看来果然是酒后容易犯错误呀 南色当前 果然自己失控了 今夏想穿衣服 可是 路易就站在自己的前面 他多少还是有些害羞的 他弱弱地提醒一声 我要穿衣服了 要不然你去楼下等我 你现在倒是害羞了 该看的不该看的 我又不是没看过 路易直接点破今夏 今夏脸刷得红了 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接路易的话了 好在 路易不再为难他 而是转身离开了房间 今夏看见路易出去 立刻扣好内衣扣子 穿好了睡衣 下床拾起了摘烂叶送给自己的礼服 只可惜礼服被弄坏了 今夏不禁暗暗自责 哎 自己醉酒也不癫狂呀 怎么还把衣服给脱坏了呢 可惜了可惜了 多么漂亮的一件衣服 今夏简单帮路易收拾了下床铺 便回到自己的房间梳洗 路易手臂怎么了 今夏收拾好后 便下了楼 宅兰叶 谢霄 路易正在吃早餐 楼下乱急了 是他们昨夜弄得 你醒了 袁大虾 快过来吃早饭 吃完我好送你们去机场 谢霄热情地打着招呼 今夏扫了一下四周 不好意思地道 谢袁袁 抱歉了 看把你家弄得 说什么呢 你要是这样说话 我可要生气了 谢霄帮今夏盛了一碗粥 今夏看了一眼路易 发现他貌似有些不高兴 只是坐在那里喝粥 也不理自己 不过 今夏却发现路易并没有用自己的左手 而是将碗放在桌子上 用右手吃饭 这不是路易的性格 他吃饭的时候 比较注重礼节 通常左手都会端着碗 今夏疑惑地问道 路易 你手怎么了 路易没有回复今夏的问题 只是淡淡地道了句 没事 快吃饭吧 还能怎么呢 指定是昨晚抱着你上楼伤到了 谢霄替路易说出口 今夏立刻紧张地来到路易身边 摸了摸他的左臂 心疼地问道 怎么办 要不要去医院 路易摇了摇头 道 没事 休养几天就好了 吃饭吧 你怎么能抱着我上楼呢 这样不注意 你才刚刚好 今夏指责路易道 你死活不上楼睡觉 我要抱你 路易还不让 就知道逞强 谢霄看了一眼路易 嘴里虽然是指责 但是大家都听出来 那是谢霄式的关心 好了 没大碍 吃饭吧 路易不想大家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今夏只觉得今日的路易怪怪的 但是却又说不出来哪里怪 反正感觉他的情绪不是很好 回杭州 今夏吃完饭后 便立刻回房间整理行李 终于可以回杭州了 今夏还是很开心的 虽然在谢霄这里玩得很好 可是心情终究是沉重的 线下吉林解封 他终于可以回到杭州了 继续开展自己的小事业了 谢霄将路易和今夏送到了机场 离开前他抱了抱今夏 有些不舍得道 怎么办 袁大虾 我舍不得你们了 今夏笑着道 有时间你可以去杭州玩呀 到时候我招待你 谢霄笑着道 好 他看了一眼路易 调侃道 好好对袁大虾 别欺负他 否则我饶不了你 路易冷笑一声 道 你多虑了 辞别了谢霄 两个人往去办理登机手续 今夏想着路易胳膊不舒服 便主动去办理 可是 路易依旧倔强地让今夏等着 亲力轻微 只是 这亲力轻微 总是透露着一股隐隐的怒气